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de 本次为粉丝许愿开箱 为台湾厂商开发的游戏 那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吧 GameStar 异世界极道传说 游戏于6月29号空册 开发商是台湾的SICK GAMES 至今也发表过不少游戏 最早作品为2014年的 我满怀青春的有病测验 刚时的开发团队仅有5人 接着是2016年的 我满怀希望的有病信仰 2018年的 我满怀恶意的有病解谜 2019年的 病病神社建造中 2021年的 我满怀奇异的意识代码 而这几款都偏向剧情 或者解谜向的游戏 而本次主角GameStar 算是新的突破吧 但其实第一眼看到 这游戏的战斗风格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龙卒拼图 我也算是非常早期的日版玩家了 当时PTT甚至连专版都没有 曾经为了收集限定角色 还专程请人买日本的图鉴书 虽然现在只是偶尔上线领食 抽抽联动角色 但在当时真的玩得非常愉快 GameStar虽然是把转出移动的方式 改成类似黑白旗翻牌的设定 但依旧是套则6x5的格子 以及下落消除等元素 这开发者如果说是没参考的话 我个人是不相信 消除类游戏的玩法 并不是由刚后最早创始 开发者三门大界曾经也有公开提过他的创造思路 是参考市面上200多款游戏玩法后的产物 而随着游戏一炮而红后 也造成当时很多厂商学习 以及当时神魔之塔的相关事件 但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感兴趣的就再自己去研究吧 确实与其承受 实践创新遇到的不明风险 不如遵循前人成功的步伐前进来的保险 那我们来看看游戏究竟如何吧 首先开局有个游戏设定 加上玩家对游戏的代入感 翻牌式的对话表现方式很不错 不过剧情上稍嫌普通 且没有任何CV 这点是蛮可惜的 例会上中规中矩 但画风很清爽 如果未来能追加Live 2D 或者养成进化能增加卡面上的变化会更好 不然现在二次元卡牌游戏大量内卷 市场跟玩家都在追求更刺激的表现画面 没有爆点是很难掀起让花的 也期待未来能跟动漫有相关联动 UI整体界面很清爽 阅读上也很舒服 没有新人的客厅按钮跟弹出式广告 或者不断要你消红点的机制 另外有个小细节 游戏中部分的背景 都会随着手机陀螺仪晃动 战斗方面刚才有粗略提到 主要为消除结合翻牌玩法 初期稍微需要想一下 但上手难度并不高 创意上是挺不错的 但有部署的限定 某方面来说也挺局限的 加上是固定的翻牌机制 有时候就插一张回血卡 血压就瞬间上来了 有提供AUTO挂机功能 但AI的操作很普通 会走最容易消除和部署 也不会自动放技能 比较适合队伍强度够的情况下使用 如果关卡难度高的话 还是建议手动比较好 培养方面现阶段很友善 升级不吃素材只要花硬币 突破的素材在游戏中都能轻易获得 角色也不需要重复抽来开命座 或者身心养成 这点确实对一般玩家来说非常友好 刷素材也有重复扫荡功能 但官方如果未来没有送券的话 不课金的玩家就乖乖靠AUTO挂机吧 课金点方面我个人挺喜欢的 把课金主项目静静的放在角落 且不会干扰你的游戏体验 游戏的课金抽法为固定池中翻牌 只要翻到池中指定的三个一番赏 就能将其他奖赏一次打包带走 理论上欧皇三发就能轻台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欧啦 所以计算一下 保底就是1250颗钻石 约2400台币左右 而且能稳拿两个SSR跟素材等 单论价格优势 已经是能把某迪士尼压在地上吊打了 其他除了钻石、素材跟类石月卡的东西 并没有其他常看到的脏东西 结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勿望初心方得始终 游戏体验很良好 课金点也不独 另外游戏内目前没有PVP 是很单纯的单机游戏 活动跟要做的事情并不多 非常护肝、适合当收菜的富有 非常对得起开发对游戏的简介 不像某些厂商都是假广告、真恋财 而游戏现阶段仍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龙竹拼图》最早到现在的版本 也是靠足够的营收跟粉丝支持 才能借由吸取市场反馈去修正调整 进而演变呈现在游戏中呈现的多样性 但GameStar要面对的 是市场不停冒出头的竞争者 并没有这么多时间让游戏慢慢预热 可能一款大作或者大IP一出事 然后各种刷广告就被洗到外太空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 赚钱也并非这公司的主要目的 纯粹就只想做一款 自己认同且玩家喜欢的游戏罢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这个影片 我们下期见 这个影片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也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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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